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现在是英国下午时间4点25分 这一次是我有史以来最贵的一次遛狗行动 大家都知道英国的疫情在欧洲不是特别严重 但是也不是特别轻 目前英国的死亡病例已经达到了185人 这个信息是在一小时前我出发之前看的 我今天是驱车大概40分钟到达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国家公园 一个英国的National Reserve 目前的话距离目的地还有12分钟 我之前有带我的狗狗去另外一个国家公园去遛 但是我上次去的时候我发现还是有一些遛狗人士 还有一些徒步者在那个公园里面散步的 所以我感觉不是很安全 所以我今天呢开车半个多小时 大概是不到40公里吧 来到一个相对偏远的国家公园 从现在的路段也可以看出路段不是很好 然后现在只是一个单行线 如果对方来车的话 很显然我需要避让 所以开的比较慢 所以关于英国疫情的事情呢 没有什么好说的 还是一如既往的这么紧张 伦敦封城这个事情呢 很显然政府还没有彻底的决定 首相的话 首相的话在周五也没有发布伦敦封城的消息 那我的一个朋友昨天呢 是去伦敦去送机 把一些在南部的 把一些在南部的学生呢 送到西斯洛机场啊 回国跑渡 然后他给我的一个个人反馈是 他感觉伦敦目前呢 还可以没有戒严 人的话明显是以前要少 但是也没有出现空无一人的情况 但是我朋友和我说呢 路上是有很多警察的 配枪警察 维持当地的治安 所以呢 这个疫情对伦敦的影响 目前可以来说是非常大的 伦敦地区已经陆陆续续的 出现了佩戴口罩的情况 所以呢 如果你是生活在伦敦地区的朋友 现在在伦敦地区佩戴口罩这个问题上 就没有任何争议了 没有人因为你拍戴了口罩 就会找你的任何麻烦啊 所以上述新闻呢 是关于英国伦敦这边的一些信息更新 然后我今天早上看新闻的时候 看到一个 不能说有趣吧 比较一个尴尬的 新闻 就是说在捷克 捷克共和国政府规定 所有的市民出去的话 必须要蒙面 为什么要求蒙面 而不是佩戴口罩呢 就是因为欧洲的大部分的药店 建材超市的口罩已经完全脱销了 所以呢 捷克政府要求所有市民 目前在出境的时候 必须以各种形式蒙面 可以是用一张纸巾把嘴堵起来 也可以是搞一个围薄 把嘴围起来 也可以把一个相对长的布 捷两个洞 然后戴在耳头上 也可以挡住一定的病菌 所以这个测试呢 很显然捷克政府是怕了 他们就是说 虽然你想你捂一个纸巾 你想你捂一个纸巾 你捂一块布的话 它有什么用 而且如果你用手 一直捂着你的嘴的话 你手如果有病菌的话 有病毒 那很显然已经传到你的嘴里了 通过呼吸道具吸进去了 所以呢 捷克这个新闻 看着真的是有一些搞笑 但是政府呢 从这个行为可以看出 真的是怕了 那英国现在所有的高校呢 是完全都关闭学校了 不仅仅是大学 高中初中小学幼儿园 全部都关闭学校了 目前大学是以网络授课的形式 老师在家里 学生在家里通过网络进行这个 进行这个上课直播 搞得像中国的一些直播视频一样 学生们的话 看起来上课的积极性比以前还要大了 因为这种上课模式的话 真的是第一次 在英国教育界实行 那有学生就说 我每年付了2万多磅 3万多磅的学费 搞到现在的话 只能远程电子会议的形式来上课 这个学费是不是得退一些呢 很显然这个学费呢 是退不了的 朋友们 因为是特殊时期 学校呢 并没有因为停课而停止授课 是通过另外一种形式 向大家传授知识 这个车怎么这么猛 所以呢 我说到哪了 所以呢 英国停课之后 在网上上课这个事情呢 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 因为疫情产生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 再说回到戴口罩这个情况 戴口罩这个事情 似乎一直是咱们亚洲人的专利 比如说一些韩国明星 只要出门就戴口罩 而且戴的是黑色的口罩 并不是为了防病菌 只是不想被别人识别出来 那在疫情期间呢 很显然大家佩戴口罩呢 也是最大程度的为了避免病毒 通过这个口部吸入身体中 然后欧洲这边的话 包括北美南美 都没有戴口罩的习惯 包括英国医院在最开始 病毒开始传播的初期呢 有些护士是咀嚼被戴口罩的 因为他们认为 没有太大的必要 但是现在呢 谁敢说 没有佩戴口罩的必要 捷克已经要求所有的市民 在外出的时候完全蒙面了 所以这个事情大家已经意识到了戴口罩的这个重要性 然后呢 如果会 然后呢 因为戴口罩引起的一些不必要的恐慌呢 目前在欧洲也是完全的消失了 那在正常情况下欧洲人佩戴口罩是因为他自己病了 他自己的免疫力可能比较低 他不想在外面暴露的时候别人的病毒传给他 但是咱们中国人咱们亚洲人戴口罩的话是一种被动保护 就是说我担心你别人有病菌 然后我戴上 你千万别传给我 所以呢 现在欧洲人已经完全理解了出门 为什么要佩戴口罩 在伦敦地区呢 现在佩戴口罩呢 是完全有必要的 你去任何场合 任何场所佩戴口罩 所有人都没有任何的疑议啊 那我现在在英国南部地区呢 还没有佩戴口罩的一个趋势啊 因为我现在在大街上走的时候还没有看到人们戴口罩的情况 非常个别的有戴的 但是非常非常的少 但是我现在去超市呢 是佩戴这个手套 佩戴手套 因为我认为目前呢 佩戴这个手套可能比佩戴口罩 在这个抑制病菌 病毒传播的时候 可能用处是更大一些的 因为你的手总是摸一些带冰菌的东西啊 商品啊 刷卡呀 拿现金啊 对吧 然后去去公共场所 总是手接触到的一些物品比较多 你像口部的话 其实接触到的东西不是很多 只是通过空气传播 所以呢 目前为止 我感觉我这个地区还没有戴口罩的情况啊 那不排除随着疫情进一步的恶化呢 大家也有可能考虑会集体性的戴口罩 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来这个地方啊 非常的漂亮 大家从画面可以看出啊 大家从画面里可以看出啊 这个真的是没什么人了 我相信这一次遛狗呢 应该会对我和我的狗狗都不会产生任何的影响 实在挺不下去了 朋友们 已经在家里面憋的六天了 狗已经六天六整天没有出过家门了 所以呢今天他实在是受不了了 我就想那不如开车来到一个偏远的国家公园 遛一遛狗吧 不然的话人和狗都坚持不下去了 大家看左手边那一头马了吗 一头棕色的两头白色的哈 这个地区不仅有马哈 还有一些牛 所以呢 不知道能不能看见牛待会儿 我们还有两分钟就到达导航设定的目的地了 这个地方我发现的时候完全是一个偶然的哈 因为我第一次来这个地方大概是在十年前吧 我就感觉哇这个地方好漂亮 然后从此之后呢 我就是在休息的时候 在休假的时候 只要一咬时间就来到这个地方啊 散散心走一走 因为这个地方是非常安静的 你看今天虽然阴天 但是现在呢又出了一些阳光 看起来的话一片祥和的景象 我就希望如果英国没有病毒 全世界没有这次病毒呢 应该多好啊 所有的人的工作 所有的安排都是正常的 搞成了现在这样 什么都是不正常的对不对 景象是祥和的景象 但是病毒呢 是非常危险的 怎么这么多坑啊 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在这里呢 好奇怪 但 不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路太糟糕了 太糟糕了 之前不是这样的 OK看一下有多少人在这个区域哈 我还不少啊 还不少啊很意外朋友们 人怎么会这么多 我总感觉知道这个地方的人不应该很多 而且今天是周五 周五的下午应该都去上班嘛 所以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搞成这个样子 咱们听到左边的人比较少 那我们今天来说些什么话题呢哈 今天的今天 今天的视频呢会分两期 因为之前说的 对疫情相关的内容全都是黄签视频 所以呢今天的视频会分两期 我的狗外面有一只狗哈 我的狗想和这个狗玩一玩 所以呢 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呢会分成两期来讲 之前做的那一期 之前说的那些 之前说的这些关于疫情方面的视频呢 视频是会被打黄签的 所以呢我是没有收益的 所以呢今天我想通过六个这个时间 来给大家讲一下通过国债移民到底靠不靠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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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